第247章 西北伊王死了 果然如叶寒所讲的那样 三个小时后 蔡家雄带着他的秘书去而复返 一脸欣喜地走进了医馆里面 叶先生 我蔡家雄感谢你的大恩 进入了医馆 蔡家雄立即就要下跪对着叶寒磕头 叶寒治好了他的癌症 不仅仅是让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更是保住了他蔡家的基业 如果他死于癌症 那么蔡家日后必定会遭到分裂 整个家族产业都会因此衰落下去 蔡先生 使不得医者父母心 你快起来 叶寒把蔡家雄扶了起来 让他坐下 还给他倒了一杯茶 让他稳定一下情绪 因为接下来 他要和这蔡家雄谈一笔生意 叶寒看着蔡家雄说道 蔡先生 救你 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既然我有能力救你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更何况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也算是功德一见 蔡家雄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 放在了叶寒的面前 说道 叶先生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一点心意还请你务必收下 叶寒瞄了一眼支票上面的数字 九位数 那可是上亿的财富 而且还是美元为单位 叶寒笑着把支票推了回去 见到这里 蔡家雄急忙说道 叶先生 如果你不满意 这上面的数字你可以随便填 我蔡家雄绝对不会眨一下眉头 叶寒摇摇头 说道 蔡先生 你严重了 治好你这病 我分文不取 分文不取 闻言 蔡家雄诧异了 他这可是癌症 能要了他性命的可怕病魔 就算再多的钱 可能也挽回不了他的性命 而叶寒竟然一分钱都不收 不过面对他的重金答谢 叶寒竟有如此胸怀 一点都不动心 这也让蔡家雄佩服不已 换作是他 早就乐呵呵地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面了 叶先生 如果这些钱你不收下 实在让我难以报答你这救命之恩 如果叶先生不喜欢这些身外之物 你需要什么大刻意说出来 我蔡家雄就算拼尽家产 也要为你办到 蔡家雄一脸郑重地说道 叶寒看了他一眼 笑道 说起来 我还真有一事 想和蔡先生谈一谈 蔡先生是做药材生意的 不知一些名贵的药材 你可否能收集得到 蔡家雄听到他这话 当即说道 叶先生 不是我蔡某人夸海口 在我菜市企业里面 只要是这世上有的 就算你需要任何名贵的药材 我都可以帮你寻找到 怎么 难道叶先生对药材感兴趣 确实是这样 叶寒笑道 我是一个中医 在治疗一些疾病的情况下 需要用到各种药材 如果蔡先生愿意 我想与你合作 我需要的药材 由你帮我收购 到时候 我再从你的手里购买过来 不知蔡先生意下如何 哈哈 原来叶先生不肯收下我这谢礼 原来是因为这点小事情 蔡家雄笑了两声 说道 叶先生 这是小事一桩 这样吧 你把你需要的药材 列一个清单 我这就叫人安排 不管你需要什么样的药材 我蔡家雄都免费赠送 还望叶先生不要拒绝 不然我这心里 总感觉有愧于先生 叶寒笑道 蔡先生既然如此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 叶寒把一张已经列好的清单 放在了蔡家雄面前 这东西 是在蔡家雄刚才去医院的时候 叶寒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上面是几种丹药炼制的材料 当然 这些丹药都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 增加武者实力的丹药 改善一个人修炼天赋的丹药 瞬间暴增实力的丹药等等 太难的丹药 叶寒暂时还不准备炼制 一来是没有多少时间 二来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去炼制 很有可能把材料浪费掉 蔡家雄看了一眼清单上面的药材 就递给了站在他身后的秘书 吩咐他去办这事 然后对着叶寒笑道 叶先生 你这医术简直就是神了 我这身体去过很多国家的大医院 他们对我这病 要么是敷衍我 要么是直接给我下死亡通知书 原本以为我直接只有半年活头了 没想到在你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逆转 太神奇了 叶寒笑道 蔡先生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克制他的方法 所谓的绝症也并非一定就是无药可救 而是现在人类还没有研究出来而已 对于任何病魔我们都应该抱有希望 叶先生说的是 这次来到华夏 让我有幸认识了叶先生 你这位奇人实在是人生幸事 今日我蔡家雄一定要和叶先生好好痛饮几杯 病魔已除 让得蔡家雄仿佛是年轻了好几岁一样 荣光焕发 蔡家雄是做药材生意的 叶寒自然要和他打好关系 以后炼制丹药需要什么药材 直接从他那边购买旧事 也省得到处去寻找 一顿饭局结束之后 蔡家雄高高兴兴地返回新加坡 并且承诺 一个星期之内 叶寒需要的药材就会送到山海市 西北伊亡死了 当叶寒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的脸上没有多少意外 沈天奥原本就恨极了西北伊亡 想要杀了他 而叶寒控制他的手段 也让他不得不去杀了西北伊亡 只有杀了西北伊亡 他才有希望脱离叶寒的掌控 成为自由之身 不过西北伊亡一死 在西北地区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西北地区是西北伊亡的老巢 他经营的关系网和人脉自然很广阔 西北伊亡死的时候 传闻整个西北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当然 对于西北伊亡突然猝死 很多人对此都抱有疑惑 身为一个医术奇高的伊亡 怎么可能突然间就死了呢 不过沈天奥杀西北伊亡 做得很隐秘 同为中医国手 其实想要不知不觉地杀死一个人并不难 更何况 西北伊亡作为沈天奥的师父 他也没有防着沈天奥 这样足可以给沈天奥很多杀死他的机会了 正所谓千房万房 家贼难防 其实西北伊亡死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死在了自己徒弟的手上 这不得不说狠讽刺